嗨 大家好 欢迎收听 说说说说你爱音乐 总共四个说 我是你们的DJ杨世宏 Me D Yang 牧翼杨世宾的是公司宏 M I D I Y A N G 大家一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我的Spotify South Cloud Google Apple Podcast 还有South On 突然出现这个 名不见经传的广播节目呢 没有关系 就让我为你们来解答啊 话说播下这个大平台 在九月正式上架 而他们从很早之前 就跟胖球还有斯拉 巧好一档影像的节目 也就是过几天首播的 诊疗室这个节目 那在节目上 他们会跟艺人进行各式各样的互动 两位女明星算是非常卖力啦 在展现他们阳光健康 正向可爱的部分 但是毕竟他们还是小朋友 所以尺度可能稍微窄了一些些啊 所以 这会不会听起来很尖酸刻薄啊 没有啊 反正播下就是觉得要有一个 Keyang一点的 一个比较荒谬一点的节目 所以这就是我派上用场的时候啦 这也是 说说说说你爱音乐 节目诞生的奇迹 每个礼拜都会在这里 跟大家分享新的 我喜欢的音乐作品 毕竟小弟是一个创作歌手 所以专业度当然不在话下 除了音乐的点评之外呢 也会跟大家分享有关这张作品 音乐制作上 计划上 宣传上等等 各种不同面向的内幕消息 让大家对自己喜欢的音乐更了解 对自己喜欢的歌手更认识 最主要是希望大家在听到这些推荐曲目的时候 耳畔之中 脑海里面会更有立体感 更有画面感 所以赶快追踪 说说说 说你爱音乐 好的 我花了约莫两分钟的时间跟大家解释 节目到底在干嘛 因为是第一集 所以让大家比较能够进入状况 那播下这个平台呢 不是我在吐槽 它只给我四集的时间 如果这四集点听率收听率 不达它们的标准的话 说说说说 说你爱音乐 就会被腰斩 被腰斩 大家忍心吗 天地良心何在 让我们进入第一个单元 这个我可以 这个我可以 单元里面呢 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些 我听到觉得喜欢的 新的音乐作品 那本周要介绍谁呢 就是唱过无数经典歌曲 在KTV排行榜 屹立不摇的 戴爱玲女士 来宾请掌声鼓励鼓励 在九月的时候呢 她数位以及实体发行了 自己最新的专辑 叫做失误昭零 在开始介绍音乐内容之前 我有一个不可告人的小故事 要跟大家分享 这也让我跟戴爱玲 有了一个不解之远啦 那故事发生在一个 月黑风高的晚上 没有啦 我刚出来当创作歌手的时候呢 有一场很重要 很重要的表演 而公主戴爱玲 刚好在我之后表演 那我上台很紧张 唱完觉得超high 我就小跳步这样子 要走去后台 同一个时间点 公主刚好要从后台 走去前台表演 一个擦肩而过 我不小心狠踹了 她的小腿 爆踹那种 毕竟她穿全身黑 我又看不到 这又不是我的错 没有啦 那个时候踩到她的小腿 她大尖叫 然后就想说 呃 惨了 杀眼 闪尿 我竟然在她要上台之前 狠踹到她的小腿 幸好戴爱玲女士呢 以得抱怨 还夸赞了我表演得不错 只是夸赞的部分 可能是我自己加油添醋 而且经典的戴士琴哥 也陪我从小到大 度过很多失恋 与伤心的时刻 我想戴爱玲如果听到 一定会觉得 这个新人到底是谁 怎么这么心机 又踩我小腿 然后又在这边拐弯抹角 说我是自身歌手 我才不是绿茶表 除了上述有趣的小故事之外 之所以我要介绍 戴爱玲事务招领这张专辑的原因 最主要是因为她在这张专辑上面 演唱的转变跟突破 我第一次听的时候 有很多歌我觉得 天哪 这是戴爱玲新的声音 新的音色耶 同一个歌手 然后使用同一副喉咙 经过这么多张专辑的洗礼之后 竟然还有新的花招 竟然还有新的武器 被亮出来 我觉得这是非常厉害的一件事情 各位观众 书招领的专辑制作人 请到了肖赫硕老师 大家对这个名字应该不陌生 因为她也是金曲奖的常客啦 除了有得过金曲最佳新人 因为她本身也是一个创作歌手 也有得过金曲的最佳作曲奖 小迪本人也请过肖赫硕老师 帮忙制作几首歌曲 我自己觉得她的音乐风格 她的制作风格 非常的有生命力 非常有机 在她所制作的歌曲之中 她非常喜欢给 所有参与制作的人员 包括歌手 创作人 还有乐手老师们等等 非常非常大的自由 所以大家听到专辑里面的歌曲 可能很大的部分 都是当下即兴出来 或者当下互相碰撞出来的产物 每一次跟她合作 我都觉得很开心 但是皮又绷得很紧 因为不知道她今天会丢出什么样的怪招 让我去接 我第一次录音 唱歌的处女秀 就是给了小述老师 那个时候因为我很紧张 所以她就把我灌醉 然后把我的上衣脱掉 要我进去录音室里面唱歌 真的很害羞 那就让我们赶快来听看看 这首由肖赫硕制作 带爱玲演唱 专辑同名歌曲 失误昭零 朋友的朋友走了 她才三十几岁 带爱玲的失误昭零 听了两句 是不是觉得非常的有感觉呢 跟大家say sorry啦 因为版权的问题 我们只能播一点点 不过不用担心 我会把每一集介绍到的音乐作品 不管是数位串流 或者实体资讯 放在那一集说说说说说你爱音乐的内文之中 我会放连结 大家自取 不收服务费 失误昭零这张专辑里面呢 曲风非常的多元 除了有刚才听到的这样走心揪心的抒情歌之外 还有经典代式的摇滚歌曲 还有让你感觉重新活过来的那种轻舞曲 丛林感 甚至还跟黄飞 堆堆堆那个黄飞 合唱了一首台语歌 是不是一定要听一下呢 公主戴爱琳在这张专辑里面歌唱的表现 揉的时候似水 铿锵的时候向山脉 唱片公司很常帮他们的歌手定位 比如说什么音乐小妖精啊 什么甜心歌姬啊之类这种名字 说说说说你爱音乐在这里要给戴爱琳一个新的称号 因为这张专辑我真的非常喜欢 而且它给我一种无私的爱 包容整个地球的神圣感 所以我觉得不用在那边跟凡人滚滚红尘好吗 我们直接进入神明的等级 让我们欢迎大帝之母戴爱琳 她一定觉得我心机超重 十五招领 这个我可以哦 欢迎大家收听说说说说你爱音乐的第二个单元 每一周我们都会介绍音乐 第二个单元就是来闹的 没有错 今天我们ASMR开箱要干嘛呢 大家知道ASMR吗 它是一种在你耳边说话的一个感觉 然后也许会有一些刮麦克风的声音 有听得到吗 是不是很舒服呢 疗愈了你的耳膜 没有啦现在还没有开始ASMR啦 等一下才要开始 我先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单元到底在干嘛 这是一个不定期的单元 假设那一周有ASMR开箱的话 我就会为大家讲一段ASMR 有些人说ASMR能够帮助人们入睡 有些人说听了会达到炉内的高潮 就看看我的声音 有没有办法让你高潮 好恶心哦 谁想出来的节目啊 反正我会从我的白宝袋之中 拿出一样神秘物品 然后全程用ASMR的方式开箱它 如果我开到一半 你就知道它是什么东西的话 就赶快到播下的IG平台上面 我们会PO一个回答区的贴文 在底下留言 说出你觉得的正确答案 如果答对的话 就可以拿到精美小礼 是不是很棒 那是不是要让我们开始 第一次的ASMR开箱 今天我们要开箱的物品 我要先把它从袋子里面拿出来 有够汤 超级无敌汤 OK 那现在我要来介绍它的外观 它看起来圆圆的 摸起来滑滑的 让我们听听看 它被覆摸的时候 会发出什么样的声音 那如果我用它去撞我的麦克风 又会发出什么样的声音呢 我只能跟大家说 它真的非常的硬 硬到我的麦克风 都快要受不了了 它的外面有一层笔 我现在要把那一层笔 给拨开来 好紧张 好的 它现在赤裸的呈现在我的面前 让我们来拍拍它 它不小心溜出了一些汤汁 我现在要拿卫生纸来擦一下 我最期待的一刻终于要到了 我要把它放进去我的嘴巴里面 好害羞 这是它放进我嘴巴里面的声音 吃完东西之后 一定要记得拿卫生纸 擦一下自己的嘴巴 多谢宽态 没有错 以上就是ASMR开箱的单元内容了 那聪明的大家有没有想到 刚才开箱的物品到底是什么呢 现在要来跟大家公布正确解答 这个小小的花花的圆圆的热热的东西是 茶叶蛋 谁想得到一颗小小的茶叶蛋 竟然可以发出如此悦耳的声音呢 如果你刚才有到播虾的IG平台 在回答区的贴文留下正确解答 茶叶蛋的朋友们 有福了 你可以获得 我在单元一开始所讲的精美小礼 这个精美小礼 就是DJ杨世宏Midiang的口头称赞 你好棒 你是最棒的 你可以的 你做得到 你是最聪明的 我才想不到其他的称赞词了 哎呦 好像都是我在骗大家 不过 下次如果我们有做ASMR开箱的话 请大家一定要踊跃回答 我一定会跟播虾大平台 要一个好的精美小礼 好吗 请相信杨世宏Midiang 你们的Pai Mia DJ 第一集说说说说 说你爱音乐的内容 大概就到这里咯 如果你还喜欢今天的节目的话 请一定要跟你的亲友们分享 我们总共在六个平台上播出 分别是Spotify Southcloud Google Apple Podcast South On 还有YouTube YouTube上面还有字幕板哦 一个字 一个字 Key的 很累呢 所以请一定要订阅起来 叮起小铃铛 不管你是从哪里听到 说说说说你爱音乐 请一定要持续的追踪 持续的支持哦 我是你们的Pai Mia DJ 杨世宏Midiang 说说说说说你爱音乐 我们下周见 拜拜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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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